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台北市语言许巧心 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呢 要跟大家谈谈这个三倍券 那三倍券呢 分成很多的方式可以做领取 包括你可以去领取实体券 是在邮局领取的 包括你也可以领取数位券 比方说你可以直接 透过网路上面去做信用卡的绑定啊 电子支付的绑定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绑在悠悠卡 或是进了爱心卡等等的 那这个三倍券的做法呢 是你要先拿出你口袋的一千块 然后呢跟政府去购买这个券 然后他会给你三千块 所以他虽然名称叫做三倍券呢 但是其实其中的一千块 是你自己出的 政府发给民众的券的价格是两千 那当然呢 如果是从这个省钱的角度来看呢 除了这个经济部之外 都还有蛮多其他的局处 他们都有做相关的一些优惠 比方说像是交通部 他们做的是旅游的方案 像是这个安心旅游方案呢 是如果你在一定的期间呢 然后你跟这个有跟交通部合作的 相关的旅宿业者 你去那边订房的话 那每一个人可以呢 省一千元的房价 好那但是 如果你是自由行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好了 夫妻一起去 那你订这个饭店呢 假设他的房价是三千块 那呢你就是可以折抵一千元 就是变成两千 那所以两个人一起去的话呢 你可以总共去两个不同的饭店 因为一间房间呢 只能用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你不是说 比如说我跟家人一起去 那我加四个人 我就可以抵四千 不是 就是一房是抵一千 一房是抵一千 这个大家都特别注意 而且你一定要先登录 这一次很多的活动 都不是可以直接去用 你一定要先登录 你要到线上呢 交通部的网站上面 先去登录说 你要参加这个计划 然后呢你才可以去 订房 订房的时候呢 他你也要选择 网络上选择 或是跟饭店说 你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案 让他做一些助记 在现场的时候 你缴交的房价 就可以少一千元 那三倍券呢 应该也是可以搭配 这样子一个使用方式 那所以有实体跟数位券 我个人是觉得 数位券看起来是 比较划算的 尤其是跟信用卡厂商 如果是绑定的话 有一些额外的一个优惠 那所以最近很多人在办卡 因为有些厂商他的 有些信用卡厂商 他的那个优惠比较多 有些比较少 所以纸本数位跟实体都有 那当然呢 大家最有压力的是 在纸本的部分 因为虽然我说 数位的部分呢 应该是回馈比较多 但是大多数的人 应该还是会去邮局里面 领资本券 所以7月15号正式上路 要在邮局开卖 到底能不能够容纳 这么多人去领券呢 我们前两天 在数位平台上面 领券的人 大概就才 我印象中 200多万300万而已 但是全台湾有 2300万人 因为你就是 婴儿也都可以领 所以说 可能大多数的人 还是选择到邮局 去领这个纸本的券 那到底 7月15号会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非常的担忧啦 我觉得这个券就是 政府发钱给民众 但是民众还是不满意 最好的表现 那其实 民众政府可以直接就用 以前有经历过的 这个消费券的方式 去做发放 那包括用 黎干市的这个系统 这是台湾最强的 就是这种选举的系统 那你可以把这个券 很快发下去 让大家都可以 在第一时间 就可以拿到这个券 但是呢 民众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不想跟 国民众以前做的一样 所以呢 就刻意的 不用这种方式去发 那就弄得非常的复杂 好 现在又有实体 又有数位 那到底实体券 可不会因应 这么多人的需求 都还不知道 好 那各县市呢 还有各个部会呢 都也有一些加码的专案 像我刚刚提到的是 交通部的专案嘛 他们是可以有一千块的 额外的住宿的抵免 那台北市政府呢 又针对学生 还有针对长辈 做出了一些加码 那长辈的部分呢 是加码补助三千元 那这个要怎么申请呢 就如果你是涉及在 台北市的长辈的话 你当时你领这个 你领这个三倍券的时候 你就是绑定在你的 禁劳卡里面 你就绑了三千块 你先拿 你先拿了一千块 然后呢 你会换到三千块的 这个三倍券 你先绑在你的 禁劳卡里面 那你这个三千块钱呢 你要在期限之内 应该是年底之前 然后把这个三倍券 三千元花光 你花光 然后你七月一号开始 你要上网 上网 到台北市政府网站 去登录说 你要领这个加码的三千元 好 然后呢 你把三倍券里面的三千块钱花光之后 大概隔一个礼拜 你会收到简讯的通知 我会通知说 你现在可以去 回存这个额外加码的三千元了 你再带着你的禁劳卡 到超商里面去 然后你可以加 除值三千元进去 但这三千元呢 只能在特定的通路去购买 当然 因为 这个超商都可以买 所以呢 基本上 这个钱不会太难花 你就可以去买一些日用品啊 或是买一些 呃 便当啊 这都是可以的 就是在超商 然后还有 市府指定的通路里面都可以 听到这边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复杂呢 好 有 这次 不管是三倍券 或是其他的局处部会 跟各县市政府的加码 最讨人业的地方 就是他太复杂了 好 所以这几天我们 像台北市在地方上面 都在跟很多民众 还有很多长辈解释说 这个加码要怎么用 好 就是三倍券跟市府的加码 这两件事情 大家完全混在一起了 好 所以我再顺一次哦 如果我们有台北市的长辈 好的 再听这个 我们的节目的话 我们要先拿一千元 去跟中央政府 去领这个三倍券 换到三千块钱的三倍券之后呢 是存在我们的敬劳卡里面 同时间呢 我们要到台北市政府的网站上面 去做登录 说明说 我想要去领这样子的 一个加码的回馈 好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登录了 好 所以你可以搜寻台北市政府的官网 到上面去 你可以请你的家人来帮忙你 然后呢 你登录了 你要这个加码回馈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花你这个 中央的三千块三倍券 你要在12月31号之前 把领到的 中央的三千块三倍券 花完 花完之后呢 你应该会收到 简讯通知 就是说 你可以去超商 超商靠卡 回存三千块 你就带着你的这个 悠悠卡 然后到超商 出示这个简讯 刚才讲说 你要 回存 三千块的加码回馈 你就会收到你的 敬劳卡里面 多了三千元 可以用在指定通路 那包括 Seven 这样子的一些便利商店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你就可以用 在这些指定的通路 去用这三千块的加码 真的有一点点复杂 有一点点复杂 所以 领取管道很多 然后呢 领取方式很多 然后也会有人忘记拿 那 提醒大家一定要去记得拿 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 我都会认为 就不管你满不满意 这三倍券 我都会建议大家要去领 因为这个券 其实就是大家纳税人的钱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是当时 因为很多人批评三倍券 有些人就说什么 不爽不要领 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 因为你发这个券的钱 是拿我们全民的纳税钱 所以你没有道理说 发一个所有人 都可以领的政策的时候 只是因为我认为 你的政策有问题 我就不能去领 或是我就不去领 不是的 这是分开的 领的人就不能说 这些东西不好吗 就不能说实话吗 领就一定要说 哇你好棒棒 你政府好厉害 谢谢你 感谢你吗 民众本来对于政府的 施政就可以有批评 所以今天你要发三倍券 是你要发给我 所以我要去领 但是不等于说 你的政策就是因为 你发钱给我 你就没问题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所有人都不应该 批评政府 因为我们或多或少 都有领取政府的福利 那这些福利的来源是什么 福利的来源源 源头还是我们的纳税钱 所以为什么用我们的纳税钱 去发放的福利政策 发还给我们 我们不能批评 所以推到底 这个钱是来自于民众 民众当然可以批评 你只是把我给你的纳税钱 退了一些给我而已 所以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退税 或者是用消费券 或者是发现金的形式 而不是现在搞的乱七八糟 这个三倍券 所以三倍券呢 其实被大家批评 我认为是刚好而已 是刚好而已 但是当然 民进党他有很多的话术 他可能会说 不爽不要领啊 不然我用很便宜的价格 跟你买啊 这些其实完全都是话术 没有办法去掩盖 三倍券的政策 其实实际上面 是有问题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碰到 有人说什么 不爽不要领啊 或者是说 不然我拿一千五个 你去买 不好意思 这个钱是我们民众 交给政府纳税钱 他再退回来 所以就算去买 其实你也是打个九折 而不可能是说 我掏一千 然后我只多领五百块 你给我五百块 然后我就 就卖给你这个东西 这个是没有市场行情的 所以你会发现 民进党在执政期间 他们其实态度 是很强硬又很阿拔的 而且还有很多的话术 经常需要我们去破解 否则的话 大家会听一听 还真的误以为 他们讲的是对的 还很怕 都不敢讲 大家变得不敢批评政府 可是其实回过头来 那些三倍券发出去 本来就是我们的纳税钱 好 那我们中国论台呢 我们这个礼拜 带个段落了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频道收听收看